北京时间1月12日 2021-22赛季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在今天的一场西部焦点战中 灰熊队在主场116比108击败了勇士队 取得了创队史记录的十连胜 战绩变成29胜14负 继续排名西部第四位 距离西部第一的太阳队仅有3.5个胜场差距 灰熊队今天能够取胜 和当家球星莫兰特的出色发挥是分不开的 全场比赛 莫兰特今天出场37分钟 23投11中得到29分5篮板8助攻 在比赛最后一分钟内 莫兰特一人连得5分 其中一季关键的21帮助球队锁定了胜局 而正是在这个回合中 场上发生了有趣的一幕 莫兰特打成21后 和场边的主场灰熊队球迷疯狂庆祝 而在人群中有一名身穿库里球衣的小球迷 莫兰特拒绝了和他机长相庆 在比赛结束之后 莫兰特接受采访谈到了这一去世 他说到他穿着勇士队球衣有些不尊重 我们可是在孟菲斯 看起来他想要与我庆祝 但他穿着那件球衣 我向他表示抱歉 但在那个时候 小兄弟你还是脱下球衣再和我庆祝吧 你们帮我找找他的联系方式 我会送他一件我自己的球衣 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是灰熊队球迷 值得一提的是 在本赛季和勇士队的三次交手中 莫兰特带领灰熊队取得了二胜一负的成绩 他们也是迄今为止 唯一一支多次击败勇士队的球队 感谢观看